Hello大家好 回收看心理一期 露魔王 我是露露 今天的话呢 打算拍一期这个Vlog视频啊 出门看一下 算了算了算了 还不回来了 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的一期 露魔王的福特别篇 我现在呢 在我家的楼顶 天台上面 今天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拍视频呢 其实有一个重要原因啊 就是因为今天我要把玩这一把 国产的这个Sperry One水枪 这把发射器呢 我到手也是很久了 一直没有机会做这个评测 今天就趁这个机会啊 外面下雨嘛 顺便就做这个评测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下雨拍啊 因为下雨的话呢 到处喷水 不会被说嘛 其实今天也是顺便来淋一下这些花花草草啊 哎 这边的话 有很多花草给我淋 好的 现在的话 我们先开机啊 开机的话 按下面这一个银色的按钮啊 好的 然后就开机完成了 开机之后呢 这里就会显示这个电量跟这个水的剩余量啊 我们先去抽一下这个水吧 哦 对了 下一天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借水资源 不用浪费啊 扣动这个扳机往前推呢 就是这个抽水模式啊 要这样斜着放 放进水里面 好的 要抽 可以看到它这个实时的抽水量啊 好 现在的话是充满了 去射机看一下吧 这里呢 可以看到现在是100% 扣动这个扳机呢 就可以直接发射了 哦 还挺远的 这打了两发之后呢 还有92的水量啊 还是挺多的 看一下这个最远距离吧 打一下这边最远了 目测的话有个7米左右吧 然后呢 其实它也是有一个蓄力模式的啊 蓄力模式之前呢 先要扣动这个扳机打一发 然后不松开 好的 现在差不多就蓄力完了 它蓄力之后呢 它打的距离并没有加太远啊 只是这个水量加大了 再稍微的淋一下这些花草草吧 它好像是有那个内置的CD啊 打完一发之后呢 要等这么一两秒 好的 那么最后一发也是打完了 它一次性把所有的水给喷射出去了 我再去抽个水试一下吧 看看蓄力的话能打几发 好的 抽满了 蓄力 近距离看一下啊 它有一点不好啊 就是每次蓄力的话 先要打一发 哇 现在也打雷了 好 所以打完了 没有了 哇 这个雨也是越下越大了 我操 它这个电量其实还算是挺耐用的 我充了电放了一天了 所以打了两发的弹匣吧 还有不少的蓄力弹 但是它还是有两个电 哇 这个雨太大了 我得赶紧回去了 那么好的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哇 现在又下雨又打雷了 广东最近的天气也是不太好啊 如果说各位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帮我帮我点个赞谢谢啊 那么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哇 哇 这个雨好大 真正好大雨 夫人 垂直 感谢观看